他就是丹天王大黄蜂 也是出了名的五五开 作为变形金刚中热度居高不下的角色 出场率甚至比秦天柱还要高 而且相比于秦天柱 大黄蜂显得更加接地气 他身上总能看到人类所具有的喜怒哀乐 大黄蜂是秦天柱的首席副官 汽车人队伍中主要单日侦查任务 首次登场在变形金刚夜 从变一到变五再到大黄蜂 载机原型都不一样 分别是1974年的二代科迈罗 第五代科迈罗 科迈罗SS性能版1967年老蜜蜂 第六代科迈罗概念车 二战时期的灰色复古老年车 第六代科迈罗 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大黄蜂独立电影中 载具形态 却由原本的雪佛兰改为了大众 其实这是因为 原本的大黄蜂形态本该是大众 但由于价格没谈容 导演不得不采用雪佛兰 正是这一举动 使得雪佛兰科迈罗销量暴涨 得知大黄蜂再次重启 大众这次果断出手 重新拿下了大黄蜂的代言 回到正题 作为被金金刚最具代表的人物角色 大黄蜂的影视 可谓是相当豪横 我特意统计了这家伙的战绩 变异中 狂略霸天虎老六路障 抢夺猴总原始 就算被轰断双腿 依然配合着人类击杀了吵闹 边二中 先是走出了趁势偷袭的机器狗 接着面对着看不懂形式的狂暴 一拉 一转 一脚大腰子 狂暴就此凉凉 到了边三 纽约大战 大黄蜂差点被声波处决 危急时刻 805战舰鼓掌 掉落零件 大黄蜂抓住机会 一番精在操作后 一拳 挡穿声波 接着一炮轰出 声波就此下线 变四中 大黄蜂获得坐起 异龙飞镖 两人配合下 将人道金刚毒刺 就地斩首 当然 脑格也没浪费 不得不承认 变武中整部剧的亮点 就是大黄蜂和岸天虎的那场战斗 这一仗 靠一致酣畅淋漓 虽然最终战败 但也是靠着一声柱子歌 成功将秦天柱唤醒 随后在两人默契配合下 成功击退了最强反派造物主 昆叉沙 大黄蜂个人独立电影中 他先是灵魂不乱 趁机击杀了追杀自己的 霸天虎闪电 影片的最后 又先后斩杀了反射球和粉碎 综合下来 大黄蜂也就输了一把 不仅让人瞠目结舌 相信用心的粉丝发现了 每一集的大黄蜂 除了造型 装备也在随之更新 而最让粉丝静静乐道的 还是和秦天柱战斗时 适用的锤子 有人说这把锤子是天骄之锤 也有人说 这只是普通的锤子 因为天骄之锤是领袖的标配 大黄蜂根本没有资格使用 那么你觉得是什么 好了 这期的人物介绍到这就嘎了 我是在家剧 带你在家看剧 如果你喜欢变形金刚 喜欢机甲 咱们下期见